第13題 在水平桌面上放置一個鐵塊 沿水平方向對鐵塊施以1000公克重的力時 鐵塊開始運動 如果在鐵塊上再加上500公克重的千塊 則需施以1200公克這種力 鐵塊才可以開始運動 請問鐵塊質量為多少 我們曉得要讓東西恰可開始運動 就要能夠抵抗它的最大近摩擦力 那麼所以施力1000公克重恰可開始運動 就表示最大近摩擦力是1000公克重 那麼我們也知道 最大近摩擦力是跟正向力的大小有關 在很多題目裡面 這個正向力指的就是重量 所以我們發現鐵塊的重量我們不知道 這個時候呢 它的最大近摩擦力呢 是1000公克重 然後上面再加一個500克重的千塊 會變成1200公克重的最大近摩擦 所以我們就發現我每增加了500克重的 所謂的正向力就是重量 它的最大近摩擦力會增加變成多了200克重 所以500克重的正向力會對應200克重的 最大近摩擦力 那麼現在只有鐵塊的時候 有1000公克重的最大近摩擦力 它是200克重的5倍 所以它的正向力呢 也應該是5倍 也就是2500克重 這就是我們的鐵塊的重量 所以呢 第13題問我們說 鐵塊的重量為多少 我們答案要選的是C 2500公克重